好吃 好吃吗 太香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可家妈妈 最近晚上特别火的紫菜炒饭 儿子特别的爱吃 三天两头就炒着要吃 今天就把它分享给大家 保证您吃一次就会爱上它 做法简单营养又美味 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我们先来准备一小根胡萝卜 先把它切成片 然后再切成条 最后把它切成小丁 切好装入碗中备用 我们再来切一点葱花 切好也给它装入碗中备用 我们在碗中打入两颗鸡蛋 一点点食盐 然后把鸡蛋公公的打散 锅高热加入调食丝 油热后把鸡蛋下锅把它划碎 把鸡蛋划成像这样的鸡蛋碎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先把它盛出来备用 锅里再加入一点点食用油 然后再准备一块鸡菜 把它下锅煎一下 用小火慢慢的把紫菜煎香 把紫菜煎香煎至酥碎就好了 然后我们把它拿出来晾凉被用 煎好的紫菜稍微放凉后 把它放到宝贴袋中 然后我们给它装碎 装成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倒出来跟鸡蛋放在一起 在碗锅里加入一点点油 加入一小把洗干净的鸡蛋 先用小火把小虾米爆香 小虾米爆香后再倒入胡萝卜冰 继续给它翻炒 炒了三分钟左右 这个胡萝卜冰也已经熟透了 这个时候我们加入剩米饭 先给它翻炒一下 翻炒均匀后加入一勺食盐 一点点春葱 继续把它们翻炒均匀 然后再把紫菜跟鸡蛋加进来 再把它们翻炒均匀 继续翻炒两分钟左右 听到这些米饭叽叽喽啪啪的响 然后再加入葱花 继续把它们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后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一道好吃的紫菜炒饭就做好啦 吃起来味道特别的鲜香 吃上一口特别的有嚼劲 绝对不比你在外面买的寿司菜哦 做法也很简单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吃一下哦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关注加转发 我是可家妈妈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